当日产GT2遇上奔驰AMG GT2 一个是日系性能跑车的天花板 一个是AMG系列产品的极致巅峰 它们同样以高性能为著称 如果在赛场上跑0至400米直线加速的话 谁会更胜一筹呢 奔驰AMG GT2江湖人称绿膜 全球限量2000辆 它是2018年奔驰日产梅诺共同研发的一款超级组车 它搭载了一台强劲的4.0TB8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585马力 峰值扭矩700牛米 0百加速时间仅需3.2秒 急速可达318公里每小时 并在当时以7分10秒92的成绩 创下了有伯格林北王后驱车的最速记录 而日产GT2虽说不是一台超跑 但从它的外观来看 丝毫不输任何一款顶级超跑车型 它纯粹的机械输出在性能上更是无与伦比 2.7秒的0百加速还能弹射起步 而3.8升V6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原厂就可以输出600马力 峰值扭矩653牛米 急速可达315公里每小时 更重要的是 战神GT2的改装潜力几乎无限 小改一下千匹马力 轻而易举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在奔驰、AMG GT2和日产GT2中选择 你会选择哪一辆吗?